立法院长王金平这一句网路上爆红的义不容辞 当然呢又让媒体追着问 怎么不领表呢却愿意接受征召 王金平说为了党内团结 今天是再讲了一次义不容辞 但是这可让原本单打独斗的小辣椒 他的立愿副手 洪秀柱也说呢初选打死不退 走进会客室 立法院长王金平还先对记者们含暄一下 毕竟媒体大阵仗等候 全是因为他的一句义不容辞 我要当这个国民党党团结的种子 党的任何决定 我都是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对于这个所谓初选 之后所做的任何的决定 我们也一样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说是为了党内团结 不过国民党总统初选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都已经走到了民调阶段 王金平的表态脚乱一尺春水 我一直在讲这外界的传言 我完全不放在心里 除非主席亲自跟我说 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想我也会非常严正的来驳斥它 我想主席不会做这个事情 民调时间剩不到一星期 王金平一席话还是有影响力 不过选在这个时间点表态真的是要卡住吗 现在的一个法案审理也要将近接近尾声 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应大家也是理所当然 说这个时候王院长尽管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表达 但是在时机里面我觉得稍微晚了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王院长在5月16号就接受领表的建立去领表的话 其实那今天的机制就是王院长跟洪副院长两个人进行 王金平要做团结种子 党怎么安排都可以 但是如果最后国民党还是走向征召这条路 不免让人怀疑党内天王这几个月到底都在盘算什么 有点TV科市长黄云辰台北报道